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A组 马东杰 钟晨 玉蕾 余永江 红王 玉蕾 冲 玉蕾 玉蕾 黑客帝国的感觉 一句话 介绍一下你们这一个作品 我们这一个作品就是 在地球的最后一个夜晚 帅哥接舞 帅 马东杰这次太帅了 怎么样 我们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 对 好难串的 加油 好 我给你们带一点吃的 然后可以补充一下能量 谢谢 好 加油 谢谢 我觉得要不那就这样吧 就这样啊 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的 对 就这样吧 就分道排 七五都有了 对 分道排 然后到下排 因为时间也很短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想 要不要以最简单的方式 把这四句话呈现出来 唷 练得怎么样 哈西欧队长 你脖子上的颈椎按摩仪 我也有同款哦 是你代言的SKG 用起来感觉怎么样的 每天累了就拿SKG按摩放松一下 一天的疲劳都感觉消失了 我给我爸妈也买了一个 平时我累的时候 也会拿这个来放松一下 嗨 我是王一博 累了吧 对 给你也来按摩一下 哇 太舒服了 接下来的比赛 一定要好好加油 希望我们有合作的机会 累 到时候再送你一个SKG按摩腰带 哇 好 一定加油 加油 耶 然后主要怎么 那个帮子穿起来 怎么退 Alicia Alicia 加油 一鸣 来 一句话介绍一下 你们将呈现的这个作品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时间 沉下心来去感受生活的 点点滴滴 就像看电影一样 Let's go 好的 舞台留给他们 我们这组的关系是最离谱的 我看到的时候我都蒙了 我完全想不到 它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在街头散步 突然外面电闪雷鸣 我拼命追上去 越滑越高 飞上了天 我这是啥呀 这太抽象了 以主题来命名 对于编舞时来说的话 很容易被框住的 大家的设想 还有自己的参考 好像绕怎么绕 都还是在这个框架里面 所以我们聊到了一个 电影院的概念 电影院是一个最容易发生故事的地方 因为里面的人太多了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 然后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思绪就飞得很开了 就是你们的表演再浮夸一些 设计一下 哇这个 其实可以有人打电话 跟女朋友或者什么的吵架 就这种在坐椅子 然后又什么的这种感觉 然后你可以是劝他 然后你就看到他这样子 他在吵起来 然后你去安慰他 对对对 就不要管我 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呢 先进来的是这对情侣 what 哈哈 小军军就说 这一发我要和阿丽莎 演一对情侣 我说我和他演情侣 太害羞了 斜着走 然后你在这里看座位 你的这个手在看票 看我们坐几号 然后你就这样对一下 对一下看坐几号 然后你拉着他演一下 好 然后两个人坐在这里 贡献比较大的肯定 首当其冲是小军军 整体的构造全是他编排的 世行 你拉着给他们弄清楚 就是bboy这两下 最后怎么起来 跟我们搭配到这里来 你拉着给大家连一下 好 在这样的一个短时间内 是非常需要一个leader 去告诉每个人 需要做些什么事情 去分工 5 6 7 8 and 1 2 and 3 4 nice nices 好我们继续往下 yeah you you can see here yeah 我知道 one two 嘛对吧 可以可以可以 okay kevin from the top super top 最头从最开始 from the top yeah 5 5 6 7 go 2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stop go nice up one two three four 5 5 6 7 standing up and down do you yes yes 您已经很可以了 哈哈哈 我很期待你们的作品 虽然这个主题有一点嗯变态了 但但但但你们也知道 但是我希望你们也是可以 好好享受这个24小时的每一秒 好记得兔是啊 哦哈哈哈哈 加油加油加油 这一组我是有点期待的 他们能组在一起 我觉得是气场上是很配合的 很match 的 我本来是觉得这个主题太疯狂了 所以我会有一个好奇心 小军军队是怎么样的方法 很巧妙的把这个主题完成 好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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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出來啊 約下呀 耶 啊 啊 欸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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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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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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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 这个好 看电影看完的感觉 谢谢 又是一个海洛人 谢谢 现在 请作为队长和大师团的评审们 开始 打分 这个好好 这个分肯定很高 非常 而且他们不费力一跳的 完成得非常地完整 而且故事表达得很清晰 这个空间利用得很好 The atmosphere was really simple and really calm to use the cinema and even to have some chair and to be seated that was really peaceful for me I feel like I was also in the cinema They put some really nice moves really nice pictures and that was enough to make us feel comfortable and to enjoy the moment also they use crazy acrobatic stuff which was really amazing 非常好 我 打了第一个100分 时间停止这个点 和时间回溯 我觉得非常棒 大家都知道电影有很多把时间拉长 快进 倒退 对 这是电影常用的拍摄手法 但是从来没有哪个用舞蹈 来呈现出这个东西 他们的一个编排很聪明 电影院那个椅子那个效果 用得非常巧妙 首先它既能够突出主题的同时 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功效是什么 帮大家减少其五部分的内容 但是他们却收获了最大的效果 所以24小时不仅仅考的是你以前的积累 所以还有一个是什么 经验加上极致的一个想法 所以这组的分数是 刘雨昕队长 97.5分 依博队长 96分 承轩队长 95分 韩庚队长 100分 谢谢队长 打赛 很高 大师团平均分 94.4分 最终分数482.9分 目前位列第一 恭喜 真的吗 太高了吧 太高了吧 我们跟他差82.9分 看完那个作品 我觉得该有的都有的 因为这组里面我记住人 就会相当比较多 首先小军军C位 大迪跟安妮莎 然后陈世杭他的在后面 他虽然在后面 但他的表演性欲望很强 他的表演性非常好 他的表情很丰富 然后再加上 赫兰蒂 他的那个技巧也做出来了 这些东西都有了 这么多人物的力主了 那我觉得他这个作品 就相对会比较成功 好 我很喜欢 这个 在24小时内 故事也讲得很清楚 把这个舞台利用得非常好 包括你们的状态 大家都是在这个场景里头 因为我们都去过电影院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大家吵闹 你吵一下 然后有一些人就是安安静静的 吃爆米花 然后有恋人在一起 他们的世界就只有自己的一个感觉 很有丰富的一些小细节 而且你们的表情和状态都在这个里头 然后我特别喜欢你们在这前面 你们这个时候是完全跳出那个状态 你们是跟我们直接的一个互动 然后遥控器停 你们又回到了你们的这个电影院的一个世界 就像一场梦一样 他把这个舞台利用到最极致了 他把一个2D的一个平面图 变成一个立体的3D的一个画面 他就是把创意这一面墙 这一堵墙 退到极致了 然后这次飞上天感觉是 Walking on the moon 一样就是 飞着跑着步的一个 又看到了另外一种飞法 我我很喜欢 这个B-boy是狠狠 这肥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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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 小君君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变舞师 本来我谈判的时候想看一看 你们一直不给我看 说要给我惊喜 真的是太惊喜了 特别的棒 对 真的很好 很多想法跟音乐的配合都特别的好 我很喜欢好几次的暂停 又开始又倒回去的这个想法都特别好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部分都很突出 每个人单拿出来都是很有自己特点 但是能在这个作品里面彼此都捏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点很厉害 而且我觉得你们的画面性很丰富 而我很喜欢那个 小君君刚开始坐在前面 然后后面大家一起做Wave的那个画面 很像是你脑海里面有一个 可能自己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然后大家在后面配合你脑海里的想法 对 在我的神经飞上的天 我很喜欢 谢谢队长 谢谢队长 然后就是开头那个大敌跟安妮莎 那个设计是怎么想到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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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演里面 谈恋爱的感觉真的 挺奇妙的 哈哈哈 然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呢应该我 这就倒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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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 他就这么久了 哈哈哈 没事 害羞了 没事 饭饭室都有第一次没关系 哈哈哈 谈恋爱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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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谈恋爱的设定就是为什么是选的你 哈哈哈 因为这两个在一起就是 哈哈哈 般配 对 哈哈哈 对要换成其他人就太顺了 嗯 这是大家不会想到的组合 哈哈哈 and dance also the first time for me in a duel with you as a couple 好自然 so i think there was chemistry 我们好好看一起好看吧 哈哈哈 look at it 哦 脸红啊 耳朵都红了你 哇 你看 哇 到底就是特别不自然 哦 哦 很不自然的一个状态 可爱哦 很不自然的一个状态 因为 一开始是 感觉是我做出来比较搞笑 然后 就是一直都是那种比较搞笑的角色嘛 然后 俊俊就跟我说你可以 跳一些让大家感觉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点很触动我 就想做出自己不同的东西 然后和俊俊合作就是 他会给我 那种幸福感 因为我 他会告诉我这一趴我该干什么 那一趴该干什么 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效率也会很高 而且他一直在给我们打气给我们加油 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 因为在排舞的时候 我和大迪 甚至我们几个 all school 包括嘉欣 我们都一直在错 一直跟不上拍子 但是小英俊老师 他从来没有因为我们重复的错 就是给过一个特别严厉的话 或者一个眼神都没有 他都是非常温柔的说 那没关系我们再来一遍 我们再来一遍 跟着他们一起走 跟他们一起走一步 对 靠一个椅子 对 然后踩上来 踩上来 撑着他们的肩膀 很好 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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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来自队长的肯定 非常好 牛啊牛啊 咱这组真的能人多 哈哈 这个让我就被暖到 就很感谢他帮了这么多 其实一个作品的成功 不是说编舞师有多优秀 而是每一个人都很优秀 只有每一个人专注在这个作品的时候 他才会完成的很好 所以不是我们单纯是我们的功劳 是每一个人的功劳 谢谢Ż�� 谢谢 我们准备不了